根据你的特点来对你进行这个教育 这个每个人特点不一样 是吧 有的人脾气急 有的人脾气缓 有的人这个记性好 有的人这个爱思考 是吧 所以他最后是弟子3000 贤者72 这个3000弟子呀 所以说逃离满天下 是吧 其中呢 比较优秀的有72人 这个 我想想啊 这个Ava应该 你记得鸽子姐吗 鸽子阿姨啊 对吧 鸽子阿姨是谁的后代呢 鸽子阿姨就是这个子章的后代 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杰出的弟子 应该是可以排到前十了 我看 专孙子章 所以在轮里边有个子章片 所以鸽子阿姨 你好 你好 我们在讲那个孔子啊 孔子老家是哪儿了呀 知道吗 晓晓 晓晓妈 这边是谁啊 明俊 明俊 明俊是 明俊是晓晓妈 你的小名是什么 你知道孔子的老家是哪里吗 孔子的老家是哪里出生的 山东屈府啊 大家都记住啊 孔子是山东屈府人 鲁国人 那个时候是鲁国 山东屈府啊 最近大概两千七百年前了 这个叫 至少要知道这个是吧 那么儒家的创始人是谁呢 是孔子 孔子是山东人 是鲁国人 当时呢 就像我这边给大家看的啊 这个 当时他的人生是这样的啊 他的祖上是做官的 但到这一代呢 他的这个家族呢 就没落了 所以呢 他小时候呢 比较艰苦 他说他小时候比较艰苦 所以能做很多粗活 做个粗活的 但十五开始呢 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过 后来呢 这个他周一由列国 所谓的列国都是小国呀 比如说这边这个启国是哪呢 就现在的山东新泰 看在边上 是吧 就是小国 昭革在这儿啊 这个邯郸 当然没有变 有些国家都没有变的 是吧 林兹其实名字还在有 自博式的林兹区 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 是吧 非常的这个远远流长 你看到了几千年 这名字都没变的是吧 这边屈服都没有变 是吧 鲁国 齐鲁 现在都说 新加坡有个齐鲁会 是吧 定陶 到现在还有定陶县的 说商修都没有变 很多这个地名都没变的 是吧 所以他是万事实表 那么有一个学者叫冯又兰 就说呢 为什么说他非常重要呢 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思学教师 就说这个 他不是 他是这个自己办的思学的 而且他有教育的 很伟大 那个时候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读上书的 对吧 像冯老师的课是大家只要想来上就可以上 但在当时候 不是说要看你身份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读书 可以上学 但是这个洪子就开创了思学 就对了 就这边是